新时代大兵装备人型未来士兵将替代士兵二装备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 俄罗斯静命机械中央设计局的工程师 设计出了新时代大兵装备人型未来士兵 以后将替代士兵二装备 设计者们于八月底在莫斯科郊区路军2018武器展上 展示了自己的产品 从外形上看 未来士兵像是穿着银色盔甲的钢铁匣 覆盖全身的外骨骼 可以把人体的力量放大许多倍 头盔内部配有面角显示制导系统 覆盖身体大部分区域的新型铠甲 与目前世界上的所有现代化军事招架的不一样 神奇外骨骼额精密机械中央设计局生命保障系统 总设计师奥列格法务斯托夫 奥格福斯坦表示 新一代单兵装备原型的外骨骼 能减轻士兵的肌肉骨骼系统负重 使其负重50公斤型军事毫无压力 同时还能用于关节和脊柱的补充保护 此外,星座站装备还首次在人体最脆弱的部位 几大血管经过的地方 加装了铠甲钱款 蔚来士兵的外骨骼很容易维护 这是一套多性系统 没有电源,似乎驱动装置,电子元器件 各种传感器或者其他仪器 这让机器人更加坚固和轻便 根据配置的不同 整副外骨骼重4-8公斤 完全独立,便于维护 星凯甲元行已通过实战检验 2017年到2018年 外骨骼已在俄罗斯国防部合国 明镜卫军特种部队中经过测试 魔坏化头盔心头盔的特点 是其实现了魔坏化 配备了几种可拆卸护板 可抬起,拆下 就像骑士头盔中的面甲一样 根据这一特点,士兵可根据其本人需要的防护级别 自主选择一块合适的护板 此外,所有作战信息都通过这块护板 显示在士兵眼前 包括目标位置及其距离等等 此外,设计师们正在为头盔设计专用电控材料 使头盔能像变色龙一样 根据环境变化颜色 未来电控材料还能显示颜色的强度和深度变化 模仿复杂图像 如被阵风吹动的摇摆树叶 从而实现更好的伪装 新型铠甲片当前版本 俄罗斯搭冰装备铠甲片位于胸部 可承受多达188拉古诺夫军机步枪 7.62毫米口径 射出的穿甲子弹 未来,工程师还希望在身体其他部位 使用具有类似防护功能的铠甲片 在武器盏上 人体模型的整个手臂和腿部 身体侧面及关节部位都覆盖铠甲片 此外,脖子部位被新的大型头盔覆盖 由于新铠甲的研制工作尚处于原型阶段 因此设计者还无法确定 全部研发工作和带所有配件的最终版装备 需要多少资金才能完成 它将不仅适用于特种部队的铠甲 而且是全国所有普通士兵的防护装备 新战斗装备的全面测试工作 将于21世纪20年代初开始 本文刊载次环球时报透视俄罗斯专刊 内容由俄罗斯报提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